周扬青与罗志祥之间的关系算是彻底的结束了 但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一点晚 而且罗志祥仍旧还是没有发出声明 现在看来周扬青发文 不仅仅是要说明自己和罗志祥没有了关系 又是在告诉大家 揭开关于罗志祥渣男背后的本性 首先周扬青公开表示 自己发长文绝对不是为了反攻他 更不是为了报复他 只是为了告诉大家 罗志祥背后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 周扬青形容自己 跟罗志祥在一起的日子是幸福的 而且肯定了这九年是没有了结果 不过回想起关于这一切 他用幸好没有结果来总结 换一句话来讲 他就是庆幸自己离开了这一个渣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周扬青细数罗志祥的五个痛点 首先就是说 罗志祥是一个拿着另一个手机撩妹的男人 而且是没有信任自己 没有了感情的信任基础 因为看手机才分手 其实是罗志祥在故意隐藏着 自己出轨的时政 不过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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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 bwd6